幸福節點 八分滿啦 八分滿 什麼 關鍵燈啦 關鍵燈 八分滿啦 八分滿 關鍵燈啦 關鍵燈 八分滿啦 八分滿 八分滿啦 八分滿 八殺頭啦 八分滿 八分滿啦 八分滿 八殺頭啦 八殺頭啦 天啊 你贏了 贏了 你出息了 我贏了 我贏了 贏到不知道自己贏 八分滿啦 八分滿啦 這個色溫就不公平嘛 幸福來了這麼突然 打人有少福 對 好科技 化人的電話 我們都會怎麼這樣 有人在那邊觀錄音 是什麼 這個駕駛員我們是不是有看過 錄音 他開國外就是坐這個來的吧 他背記一點 原來他是搭這個 從韓國開過來 很厲害耶 來 我們過來來看一下 他感覺泥露出 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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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下降了 結束了 結束了 大家 喂 來 來 回來了 李多威回來了 這是我們台電 一個新的設施 讓我們了解台灣的 電力環境跟電力的發展 來 想請我們 請館長來說明好了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對 我們這個是六軸的 手臂機器人 六軸 對 然後搭配VR 可以坐電動車的機器就是這個 他剛剛看到了什麼 台中 來看風力發電機 台中 有台中 三化這邊很多風力發電機 還有裡面的一些同仁維修的 一些辛苦的情況 剛剛有帶到高美師弟 還有高美師弟附近的景觀 都要順便介紹一下 OK 這個電話要求是在便電所的上面 對 我們樓下是便電所 對 供應這個附近的用電都靠這裡 聽說整個大阪橋地區都靠這裡 對 我們家也靠你耶 對 坎橋人 一二樓就開了這個電力展示館 好 要不要帶我們參觀一下 那個大螢幕 大螢幕現在在播放我們的這個 節電主題歌曲 好 看一下影片 我要節電 節電 節電歌耶 很好聽 有一點像曹佑哥 那他到底是誰 對 他是 我剛剛以為是 燈輝哥 曹佑哥 有一點像耶 帶眼睛 遠看 有點像曹佑哥 OK 這個主要是要穿搭 就是節電從我開始改變 對 從我們平常日常生活中開始做起 OK 除了隨手關燈 然後把它插頭之外 而且你用那個一級能效的家電 然後這個冷氣設定26到28度 然後兩週 每兩週定期清理一下這個濾網 然後如果家裡面有那種舊的 瘋型的定頻的冷氣 可以鼓勵大家換成變頻的冷氣 這樣也會比較省電 那個熱水壺啊 用筷子壺搭配保溫杯 然後就不要用那個24小時都加熱 還有這個LED燈帽也很關鍵 然後也有那個舊的日光燈光 或者是省電燈泡 我們就把它換成LED 那個亮度更高 瓦數會更小 也可以達到節電的效果 喔 定頻改變